周三傍晚,国际有益赛先赛一场,届时沙地阿拉伯将与克罗地亚展开较量。 克罗地亚近况不俗,目前处于四连胜的强劲势头中,面对近期和多赢少的沙地阿拉伯,克罗地亚值得看高一线。 沙地阿拉伯出战本场有益赛的阵容,正是此后参加世界杯的阵容,从人员组成来看。 大名丹青一色魏本土球员,中场沙林,艾多沙利是镇中身价最高的球员,但也不过280万欧元。 可见沙地阿拉伯的实力未算突出,甚至出现都并非是他们世界杯的首要任务,毕竟同组中有阿根廷、波兰和墨西哥。 沙地阿拉伯正处于不败之中,过去七仗录得二胜五合的战绩,而另外需要指出的是, 沙地阿拉伯期间的对手除美国外,其余六队都没能计身卡塔尔世界杯,此般不败的含金量显然不足。 金铺面对欧洲禁旅克罗地亚,沙地阿拉伯凶多极少。 在此前的欧国联中,克罗地亚以及其出色的成绩收官,在拥有法国、奥地利和丹麦的联赛A组当中的A组, 克罗地亚录得四胜翼和一副的战绩,并顺利出现取得参加准决赛的机会, 在大赛来临前,这无意大大提振了球队的士气。 卢卡 摩特利依然是克罗地亚的领军人物,四年前的俄罗斯世界杯,克罗地亚在他的带领下闯入世界杯决赛, 虽然最终不敌法国屈居亚军,但这已是克罗地亚世界杯对史最佳战绩, 尽管如今已年满37岁,但他在球会和国家队仍然有上加表现,依然是主帅达利最信赖的核心。 此番面对实力不如自己的沙地阿拉伯, 克罗地亚是要以胜利姿态迎接世界杯。